还在等吗 风卷飞沙 繁华落下 雨的天涯 你的温光 黑暗中淹没 回忆住了扎作 握不住你的手 还有多少戒不开的错 害怕的是我都怀疑我 难道铭心刻骨的感受 不是这么 还有多少话都没有说 我也想要更愿意的更多 要怎么做 再怎么做 始终我全都没离开过 有你的是我 还有多少戒不开的错 没忘的是为你的执着 所有铭心刻骨的感受 都是真的 还有多少话都没有说 多想解开爱你的我 要怎么挣扎 要怎么勇敢冲作 我 天哪是我 我 明天哪 为什么 我 阿嬰王子 沉迷你色 入下大错 来人哪 将阿嬰王子带下去 关入天牢以后 盯上琵琶骨 等待发落 这个女子 既然远道而来 就让她好好尝尝 肃罗骨的烈日阳光 把她拉出去暴晒 母后 孩儿知错 孩儿肝愿受罚 但请母后 放过原案好吗 阿嬰 阿嬰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担心她 这是王氏的规定 没有例外 你我都无法改变的 来人哪 带走 母后 母后 孙侄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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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姨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性便行 珍珍对不起你 珍珍騙了你 珍珍騙了你 你干什么去啊 你们想干吗 把钱留下 不行 这是我爹爹的救命钱 上 住手 你不是着急买药救命吗 赶快去吧 谢谢王子 驾 回来了 回来了 我爹爹怎么了 珍珍 你怎么才回来呀 差一点你爹可就没命了 是谁救了我爹 就是这位小师傅 谢谢小师傅救了我爹 这是我应该做的 如果在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也会帮助我的呀 皇宫里面又在挑选新武士了 听说圣出城可以跟随阿英王子 我们就好好练了 兄弟们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选中的 真的能跟随阿英王子 你个女孩子蹭什么热闹 女孩子怎么了 我就不信这个鞋 下一个 阿极 走吧 你叫什么名字 蒙丹 下一个 陆哈 叫什么 我是马扎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 鹰哥 下一个 叫什么 想要进入王宫 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不得不女扮男装 没日没夜勤学武艺 参加比赛 经过一个又一个关口 终于进入了王宫 好啊 好啊 殿下 这个男孩子 身属了得呀 是不算 你是个女的 你是个女的 怎么 不服计啊 贤杂人等 是个女的 不可进入交场 把她抓住 把她抓起来 为什么要塞发她 回殿下 宫中选拔武士 指招男子 他身为女子 混进宫里 一定是 图模不轨呀 宫里选举武士 就是为了选出 最优秀的人才 他能够一路过关斩将 就证明了他的实力 若是应加什么罪名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 让你们这帮大男人 都失了体面了 是不是 把刀放下 放下 你叫什么名字 回禀王子殿下 我叫珍珍 珍珍 你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你便留在宫中就好了 谢王子 请 启禀王后 宰相大人和众多官员求见 让他们进来吧 是 参见陛下王后 参见陛下王后 起来吧 你们有什么事啊 启禀陛下王后 阿英王子 请天珠屠杀波凯将军的消息 不禁而遭 如今 军中的士兵 国中的百姓 一片大乱 人心惶惶 臣得来 是想请陛下和王后拿主意 拿什么主意 阿英王子破了自己的戒 请天珠杀人 他已经铸成大错 国家不能没有主宰 军队不能没有统帅 不能再犹豫了 请陛下 王后 下令 将阿恒王子请出佛堂 担任监国 可是 阿恒王子也是有错在身的人 阿恒王子虽然有错 但是恭维秘密 民间不得而知 而阿英王子却犯下迷恋女妖 善用天珠 残杀有功之臣的大罪 民怨沸腾 孰情孰众 王后该有定夺 陛下 王后 民心不可丢 为了江山设计 请务必将阿恒王子 请出佛堂 一度悠悠之口 臣等请陛下 王后并定夺 臣妾明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恒王子 我负你父王之命 今日来接你出佛塔 谢父王 谢母后 起来吧 母后 儿臣 儿臣在佛塔中 禁闭良久 面闭丝光 终于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谢父王和母后的原谅 日后 儿臣定将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为梭罗 为百姓 力经图治 孩子 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你是 真心这么想的吗 母后 要怎么做 您才能相信我呢 随我去见你父王 公主 女儿 女儿 父王 您终于原谅了儿臣 不要谢我 如果不是你弟弟阿英 犯下如此大错 如果我能有另外一个儿子 你现在仍被囚禁在佛塔里 九星天珠 法力无边的九星天珠 不是阿英从大唐带回来 给我治病的 你也看一看 摸一摸吧 父王 儿臣已经痛改前妃 我不求法力和权力 只求能为父王奋勇 雪儿就罢 谢父王 陛下 如陛下所愿 我已将阿恒接出佛塔 带到您的面前 您用天珠考验了他 陛下对阿恒的表现 还满意吗 你们一步 这辅定的 我再认为 moet 你只能为父王奋勇 你会否定 也认为 一步 不 难道说禁闭于佛塔这么久 他改过自新了 也罢 如今人心惶惶 你可暂将阿衡立位坚固 安抚迷信 但若将九姓天初交给阿衡 还得再考验考验他 王子阿英 沉迷女色 善用天诛 誓杀功臣 诸下大错 打入天牢 王子阿衡 静坐佛塔 修行参禅 博学功锦 人民爱物 代为坚果 钦此 恭贺阿衡王子 谢王子 众卿请起 谢王子 父王病重 王帝犯错 我本平庸 却有众卿扶持 兴臣 兴臣 从今日起 愿仲卿家与我陆力同心 为父王和梭罗百姓 共谋扶持 阿衡王子 阿衡王子坚果 大赦天下 梭罗都城以护为单位 皆可到都城北门 领取米面一旦 可是米什么面 你是阿衡王子摘世人后啊 是啊 这个阿衡王子公有序名 实则是个暴力自私人 是啊 希望以后都是阿衡王子 掌管我们梭罗 对 对 谢阿衡王子 给母后请安 你们都退下吧 是 阿衡 你久居佛塔 那里阴暗潮湿 庭内难免郁劫湿气 一会儿 我差人送些丹药给你 你好好养养身体 谢母后 这阵子你发了几道政令 安抚百姓颇得民心 只不过是为父王和母后 排忧解难而已 接下来我还想问问你 你还想怎么做 禀承父王的意愿 休养生息 停止征战 说得好 想得也好 只不过 我今天还有件事情想问你 请母后直言 阿英 和那个诱惑她杀戮的女妖 我们该怎么处置啊 母后 请容我去见一下阿英 和这个妖女 阿英 阿英 大哥 父王和母后终于肯把你 从佛塔中接出来了 恭喜你 现在父王累弱 母后伤心 我梭罗不可一日无中 我是来替你做监国的 也好 也好 保子和监国对我来说 早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大哥 你看 数日前还是我 我在牢外去看你 今日 已是你来天牢看我了 还真是世事难料啊 什么世事难料 这完全是你自始其果 你被那妖女蛊惑 私用天珠滥杀功臣 你还不知错误吗 你还不知错误吗 不是这样的大哥 也安他不是你呀 也安他不是你呀 事到如今你还狡辩 你可知道阿英 按我梭罗法典 你犯的每一条都是死碎 如今你还被钉上了琵琶琶 如果你还执迷我 你的路只有一条 只要你肯认错 兴许 你还能活命吗 大哥 我对你 对父王母后 对诚哥所罗 都没有错 好 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 母罗怎么样了 什么母罗 她是我大梭罗的王子阿英 你这个妖女 死到临头了还在妖眼火中 我告诉你我不叫那人 我叫叶远安 乃大唐后部尚书叶府成之女 母罗曾急速在我家 可她偷我大唐之宝九星天珠 我来梭罗 即是为此 这么说 你是为了天珠 而不是为了我弟弟啊 既为了天珠 我再告诉你一遍 她只有一个名字叫阿英 可在我这里 她只有一个名字 她是我的马奴穆勒 行啊 还挺知情 但是你要知道 在这个世上 愿意为阿英死的人不计计数 你不是第一个也不可能 是最后一个 而且你比谁都明白 就是因为你 阿英她现在还在天牢里边 饱受折磨 想看她吗 好 来人 给她送吧 我让你看看 你的穆勒 现在是什么样子 我 别着急别着急 你先好好看看 她的伤口会自动痊愈 不过呢 她每一天都要承受一遍这样的痛快 反反复复 对王子怎么能这么残忍 残忍 从她滥用天珠那一天起 她就不再是王子 这都怪我 都怪我 没错 这都怪你 所以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想干嘛 阿英和天珠之间 你选一个 你选一个 要么带走天珠 阿英死 要么留下天珠 你死 说话算数吗 这笔账怎么算 你自己决定吧 我要跟她说话 好 我答应你 不惹 没错 我看你 你找个小银吗 魔灵 你也不想啊 他就在那儿上了 看 Madam 是你吗 我是我 你的 你还会一样 你说你做梦 你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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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你永遠不要醒來 真的是我目落 你只敢眼看看我 憶安 真的是你 你怎麼來了 你平時不是挺能耐的嗎 怎麼現在逃不出去了 我真的好後悔 那是為什麼在鬼市白野 如果那個時候不認識你的話 現在就不會這麼恨你了 焦蘭芝 愛永田叔他們就不會死了 我也就不會來索羅了 姐姐不會被管在這兒 我這輩子 最不後悔的就是喜歡上你 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是我最開心的時候 好 對不起溫 如果我不帶點鐘回去的話 大家都會死對不起 憶安 你快回去 我對不起你 可對不起老先生 如果你能平安地回去 也算是我對老先生的一個交代了 別哭了 你不關我嗎 你不關我嗎 如果這一切 都是我的業渣 連應由我來承擔 為了你 我不後悔 想不到 阿櫻和這個女妖 還真是情深一重 還真是情深一重 好 怎么样 选好了吗 我跟你说话呢 你选好了吗 选阿英还是天珠 终究还是选了天珠啊 之前还哭哭啼啼的 跟我演这么多戏 你疯了 你选了天珠还扔他 找死啊 谁告诉你我要天珠了 现在给我把穆勒放了 此话当真 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 我让你现在就给我把穆勒放了 来人把他押下去 是 请你说话算数 母后您看 那女孩选择了阿英 看来他们是真心相爱的 母后我想替弟弟求情 你想怎么做 你怎么办 虽然王子犯法应与民同罪 但事出有因 他也是被逼无奈 才滥用了天珠 我想请求母后赦免她的死罪 削取她的身份驱逐出境 让她永远不可回梭罗就行了 阿恒 你们兄弟俩之间 本来具有嫌隙 难道在这种时候 你还为她求情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手心手背都是我的肉 既然你这么想 那就交给你处理吧 母后放心 殿下 你怎么来了 索罗监国 阿后王子有令 阿英王子随我来 阿英王子随我来 王子阿英 可知罪 不 可后悔 不 你那女妖可是真心相爱 是 那你愿意为了她 放弃王子的身份吗 为了她 不惜一死 那就如你所愿 我奉王命 秘密处死王子阿英 不愿意为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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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吧 不愿意为了她 你可不愿意為了她 你可不愿意为了她 不愿意为了她 然后她说她 这个是极竇 所以说就算是一个 她乔她 你没事 没事就好 阿英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是选择和这位姑娘走 从此就不能再回到索罗国了 放弃你的王位和权利 你真心愿意这么做吗 母后 孩儿既已说过 袁安是我唯一的妻子 孩儿将会与她不离不弃 至于王位以权利 孩儿甘愿放弃 看见你们俩彼此相爱 我就成全你们 可是阿英 死最可免 活最难逃 你身上的筋骨武衣 都是我们索罗国的 所以不能带到别处去 你身上疲乏骨的钉子不能出 从此再也不是索罗王子了 此生再也不能踏入苏罗国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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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带阿姨 好带阿姨 阿姨 大哥 为了对百姓有一个交代 明日我会昭告于全天下 阿姨王子将会永远 被囚禁于天牢之中 此等恩惠 有事难忘 难得有几年 此后 珍重 难得有几年 此后 珍重 这该不是做梦吧 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才对得起 那些为我们付出的人 允安 只要你活着就好了 瞎说什么晦气话呢 行 我们去哪儿 回大堂吧 不过回去之前 先陪我去个地方 好 老先生 当初在大唐 我失去了记忆 为了娶回天珠 失手伤了您 您非但没有怪罪我 还为了救我 封印了红楼 我 我欠您的 怕是这一世都还不清了 爱见慈恩 厮杀过多少城 得见困乱 为求你现实离安闻 我道歉清晨 在幻夜之中找到 月恩 你恨我吗 我相信她不会恨你 所以我为什么要恨你 想起昔日的种种荒唐 怕是我这一世 良心都不得安眠 别想那么多了 我们只有好好过余下的日子 才对得起死去的人吧 说得是 我 若不封禁你 正如我初见你 正如我初见你 我们在一眼神堂 对应天地 随眼与同行 我们在一眼神堂 阿英走了 是的 陛下 宿命如此啊 陛下 您还记得阿恒和阿英小时候吗 当然记得 我还记得阿恒烧了铺团 那是他第一次显露法术 自那以后 阿恒屡次施法 不是将讲堂的师父变成石头 就是把守卫的兵变成老鼠 屡教不改 有一次让他们兄弟二人打猎 结果阿恒把整个林子里的动物 都烧死了 还记得吗 怎么能忘了 也是因为那次之后 您下令全国上上下下 禁止使用法术 并将所有的法术典籍 锁入了藏书阁 并派了重兵把守 法术本无善恶 法术本无善恶 只是贪念无尽 人心难测 这也就是我最担心阿恒的地方 好在经过了这一切 阿恒收集了他的暴力 并宽佑了他的弟弟 陛下 你是否已经原谅了阿恒 愿意将天珠交给他保管 去吧 去吧 我明白了 阿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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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卷等夕天降陰 思念却尖口不提 长梦之中几番与你 木成心事 谁都相依视不离 怎了却都专心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不奈 太对抗他有多荒荡 是谁在流言里唱一声 不敢曾经把旧夜花 夜花踏上 时光中流转 只留遗憾 飘荡在原始孤城 趁你离去的遗憾 岂许能与你相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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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佩著煙花 夜花踏山 時光中流轉 只留遺憾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